继续来关心政治焦点 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敲定在9月15号辩论服貌协议 不过马总统才刚回绝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召开国事会议的要求 却答应和苏贞昌辩论 外界认为是国民党抓住机会分化绿营 挑动蔬菜之间的敏感神经 不过蔡英文对此倒是不愿意多做会议 马苏辩论已经拍板定案 不过影响许多民众的服貌协议 辩论后会不会造成选民 蓝绿选边站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倒是不担心 服务业贸易协议的事情 是正在检验台湾的社会 无论在政党或者是在政府 或者是在公民团体 在一个重大的公共的议题上面 大家各自扮演的角色跟分量 这正在让台湾的社会 有一个重新思考重新检验的机会 蔡英文认为三年前协助她和马总 总统辩论ECFA的幕僚 都还在可以帮助苏贞昌 只是马总统答应辩论 却拒绝蔡英文抛出的国事会议 引发外界有借此分化绿营的联想 我不是政治分析师 你这个不要问我 我想这没有什么所谓分化问题 那大家都是希望说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以及我们在野党责任 需要监督这样的政府 所以国人期待的是说 到底这个服贸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说明白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项传言 蔡英文态度低调 不愿意多做回应 只不过这场辩论 也让民进党内部 两个太阳之间的心结 再次浮上台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